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主持人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内营股的业绩表现 这个四大内营股是都在本周公布了去年全年的业绩 这个是全数是盈利增长都达到了一个高单位数 而且我们也是在注意到 今年这一个港股的跌势之中 内营板块其实是少数能够逆势上升的板块 那么再结合到这一次各大银行的一个业绩表现 释放出来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能不能为我们来解读一下 那么今年他们的业绩还能否继续向上呢 银行股的话是盈利能力比较强 而估值也是全市场最低的板块 那么在过去几年银行股整体涨幅不大 所以也没有估值的压力或者后利盘的压力 那么这使得这段时间 虽然港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调 但是银行股普遍上比较抗跌甚至出现逆时上涨 那么A股市场同样如此 主要还是由于低估值板块具有一定的防御性 在市场下跌投资者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时候 倾向于去配置业绩优良估值较低的银行股 那么银行的盈利增速较低 以前都属于两位数的增长 那么现在多数是个位数 那么增速和以前20% 30%相比确实优的下降 那么这当然也和行业的发展规律有关 那么现在银行整体上已经逐步的改变过去的一些盈利的模式 比如说纯粹靠存贷款差价来赚钱的模式 已经转为多种方式经营 包括中间业务的占比越来越高 而一些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也分流了一部分银行的业务和利润 这也使得银行的估值长期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投资者对银行股未来盈利增长的预期并不高 但是保持稳定增长以及保持稳定的分红是很多银行股的特征 所以一些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比较喜欢配置银行股 那么可以通过各级银行股来获得稳定的分红收入 同时一旦航行启动 那么银行股的股价也会有一定的表现 从而获得稳定的回报 所以对银行股的投资更适合追求稳定回报的 资金量比较大的投资者 那么这几天同样受到关注的 还有A股房地产板块 久违的涨停潮在线 过去也和您在节目中经常讨论到这个板块 那您当时也是表示这个板块的风险仍然是有待消化 不过最近的表现是不是说有了新的催化因素 那再看回到一级市场 您觉得今年内地楼市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态势 另外近期还传出深圳二手房指导价即将上调的消息 那这背后又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房地产行业最近有所反弹 并且昨天出现大部分上涨 主要还是受到一些地方放松房地产调控有关 那么房地产过去几年严格调控 导致二手房的成交量急剧萎缩 很多高杠杆的房企出现资金面的风险 那么现在房地产行业趋杆的过程已经基本上完成 那么现在甚至有些领域开始加杠杆 那这也是相关负责人的一些表态 那么像市场释放中积极信号 就是这些房地产行业企业呢 重新可以获得一个银行贷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房企都能够受益 一些钢管率不太高 那么这个资金产状况比较好的房企呢 可能会更受益一些 而像福州啊等地直接放松了这个限购 那么这也是明确放松限购 甚至取消限购的一线城市 一二线城市的代表 那么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城市 会放松限购 那么严格的限购呢 使得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低迷的表现 那么造成了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啊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下降 那么土地的流拍 所以放松房地产调控呢 是大的这个方向 这使得房地产行业呢 今年有反弹的机会 当然这个行业呢 很难回到以前繁荣的状态 更多的还是一个 从极其困难到一个相对 来说可以还口气的这种状态 所以呢反弹是有的 但是反转的行情的话呢 可能还很难看到 那么对于房地产板的表现呢 我们还是以反弹来对待 当然就对于一些这个资金面比较紧张的房企来说呢 确实是及时雨啊 能够适当地得到一些缓和 那么在融资方面呢 也有可能会找到一些新的途径 但是加杠杆依然是要谨慎 特别是杠杆率已经出到三道红线的房地产企业 那么不能过度的加杠杆防止 未来再次收紧的话 又造成新的风险 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外媒方面好了 让市场担心已久的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 收益率曲线时终于出现了倒挂 而在过去的70年当中啊 美国的经济衰退都是在这个信号 发出之后而发生的 那么想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怎么来看待这一次的倒挂现象 持续的加息会对于这样一个现象 又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般二年期和十年期国阵收益率倒挂 意味着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不看好 也就是说经济有可能陷入到衰退 那过去几次倒挂都出现了经济的衰退 虽然每次出现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这次和以前不一样 不会出现衰退 那么这一次再次出现这种倒挂 那么经济增速会来出现一定回落的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是否会负增长现在还不好说 但是美国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 一方面是受到这个疫情 以及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是美联储确定了要加息缩表 对于消费者的信息 投资者的信息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美联储现在已经加了一次息 那么预计五月份还会再加一次息 至于是加25个基点还是50个基点 可能还不确定 但是加息的方向已经确定 并且在适时的时候会考虑缩表 来回收流动性 这对于经济复苏是不利的 可能会造成经济复苏力度下降 甚至出现某个季度的负增长 那这样的话 现在的国家收益率倒挂还是有一定的预测性 那么这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也会形成一定的影响 那么美股最近走势整体还是相对强劲 基本上处于高位渐荡的阶段并没有出现把握下滑 这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了 但是美股毕竟还是处于历史估值的高位 投资风险上比过去两年要大很多 这一点也是要注意的 好的 非常感谢杨诺文先生这一时段 和我们的视频连线所带来的精彩分析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